金秘书 你去把车开过来 现在去接小宝 好的 周总 刘晓唐 能让你出现在 跟周总告白 周总 其实我很久之前就 小姨 你是我 表姑家的 唐舅家的 小孙女家的 小儿子 小宝 小宝 原来真是你啊 表唐 你刚才说什么 呃 周总 我其实是想说 哥 你刚才 跟小姨抱在一起干嘛 闹闹 哥 小宝 你说他是你哥 对呀 我最喜欢的哥哥 原来你就是他小姨啊 小宝过来 我还没有说你啊 你不过外带在幼儿 原来我去接你 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你一直不来 老师就把我 送到这里找你了 就算哥哥没去接你 你也不应该自己跑出来啊 让妈妈知道了 得多待见 大外帅 别说了别说了 人家小宝知道错了 叫我什么 大外帅 周总 怎么 小姨再见 所以表姑家的 唐哥家的儿子 到底有没有出武服啊 周总 刚刚怎么了 林小唐 他是小宝的小姨就算了 居然叫我大外帅 怕是误会 您是小宝的金哥哥了吧 小宝妈妈经常把小宝积养在你这里 您和金哥哥也没什么区别了 好多嫩嫩叫了个贝父 明天啊 我一定跟他解释清楚 林小唐啊林小唐 他是你没出武服的大外甥啊 从今以后 必须要把他当小贝看待 不许再有悲分之想了 什么 他喜欢我 周总 您说了吗 完了完了 没被听到吧 那想办法补救一下 算啥好啊大外甥 周总 感情您还没说呢 突然觉得很有意思 就像这样吧 啊 林小唐 你都心急到上手摸脸这一步了 这个项目啊 你 林小唐跟我去吧 周总 这次可是个大客户 林小唐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 会丢您的脸的 哦对 金明叔 把相杖给他 这不合适吧 淡定淡定的林小唐 那可是一个 隆里的问题 下班之后 我在门口等他 山鸡再怎么努力 也变不成风 迟早啊 会摔下来的 颜颜 要不还是你去吧 你就跟周总说 我肚子疼 起身 下班之lim 不用玩 还好 你 不